武神主宰,第五千四百六十八章,还不还手,面对生死危机,千言鬼赢根本不敢怠慢,第一时间就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神通。 哄,无数覆眼之中绽放令人心机的铜光,瞬间笼罩住了秦晨。 死,千言鬼赢怒吼,在他这一击下,就算是巅峰超脱都要被拉入诡异迷界幻境,无法自拔。 可让千言鬼赢惊怒的是,当他身上无数铜光落在那一道身影上的时候,对方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无数恐怖铜光试图将其拉扯入幻界之中,可却像是用绳子去拉扯一座山岳一般,根本无法撼动对方分喉。 什么?千言鬼赢心中惊怒,然而不等他反应过来,秦晨的手掌已然按压在了他的头颅之上。 轰的一声,千言鬼赢只觉得,头颅好似被万千太古星辰轰重了一般,整个人轰然一晕,一股强烈的压迫之力将他瞬间压在了海底之上。 砰的一声,下方死海地面直接碎裂开来,但这股恐怖的冲击却是被四周的空间领域和死海全眼之水进阶抵挡住。 我乃鸣虫大地麾下,阁下,究竟是什么人?竟敢对本座动手。 千言鬼赢浑身俱阵,咆哮出声,他背上翅膀疯狂震战,试图冲天起,但是在秦晨的压制之下,任凭他如何挣扎,整个身躯却是纹丝不动,根本无法动弹分喉。 去! 秦晨懒得和千言鬼赢话,一掌按压在他的头颅之上,恐怖的神魂气息瞬间宛若汪洋,直接进入到了千言鬼赢的脑海之中。 嗡嗡嗡! 一道道恐怖的神念气息,疯狂渗入千言鬼赢的灵魂海,试图在他的灵魂海中留下印记。 该死! 你竟想奴一本作? 我千言永不为奴。 千言鬼赢浑身发寒,惊恐万分,他一瞬间就感受到了,对方竟是在自己的脑海中留下灵魂烙印,让他成为对方的奴隶。 怎么可能? 就在秦晨神魂之力,即将进入千言鬼赢灵魂海深处的瞬间。 突然,哄! 千言鬼赢灵魂海中陡然浮现出了一道漆黑的印记。 这一道印记蕴含令人心悸的气息,无比的繁琐和复杂。 开始缓缓地流转起来。 在这印记流转的瞬间,一股足以震慑天地,撼动太古的力量散逸出来,好似有某个恐怖的存在,要从中苏醒一般。 轰隆! 那一股力量尚未彻底复苏,散逸出来的气息便震荡地秦晨神魂颤动,传来隐隐的剧痛。 大地印记。 此印记,正是鸣虫大帝在千言鬼赢脑海中留下的大地印记。 正常情况下,这一道印记轻易不会被激活。 只有在千言鬼赢遇到生死危机的时候,才会苏醒,瞬间连通鸣虫大帝,作为一个通道,令鸣虫大帝的一道投影降临此地。 而此刻,这一道鸣虫大帝的印记便是感受到了千言鬼赢遭遇到了生死危机,要随之苏醒。 哈哈,这是鸣虫大帝大人留下的印记,区区蝼蚁,竟是想奴役本作。 你死定了,等鸣虫大帝大人投影降临,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千言鬼赢浑身动弹不得,却是愤怒嘶吼说道。 使妹大帝,看你的了。 秦晨神色严肃,一言不发,只是冷冷下令。 哥哥哥,主人,交给属下便是。 一道倾笑之声在千言鬼赢脑海中骤然响起,这一道声音蕴含无尽的迷惑之力,千言鬼赢仅仅是听到声音,脑海瞬间陷入一片眩晕,原本愤怒的眼神也顿时变得浑恶起来。 是使妹大帝。 不知何时,使妹大帝的神魂已经顺着秦晨的力量,降临千言鬼赢的脑海。 此季 使妹大帝的神魂化作一组有一万丈巍峨的通天女帝,悬浮千言鬼赢的神魂海上空,这一尊女帝手掌亿万星辰,尾部盘旋蛇尾,宛若凝练宇宙虚空的神知,绽放无尽的光芒。 鸣虫大帝的大帝印记,哼!封!使妹大帝倾笑,他相舌倾土,宛若舌战春雷,恍惚间有无尽神光绽放,化作漫天丝丝缕缕的光运落下,惊雷万代。 轰隆!恐怖的大帝神威,在千言鬼赢的脑海之中涌动,瞬间落在那一道正欲苏醒的大帝印记之上。 嗡!一股足以魅惑天地万物的力量,瞬间渗入那名虫大帝的印记之中。 刹那间,原本正欲苏醒的名虫大帝印记,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令他疑惑的东西一般,其上的力量竟是受到了一刹那的影响。 哥哥哥,这里无事,明虫大帝,继续沉睡吧。 有魅惑之声在天地间回荡,千言鬼赢原本起伏的神魂海,瞬间平静了下来,如同雨过天晴后水洗的湖面,平静地宛若一面镜子,不起半点涟漪。 一道无形的大无形的大帝力量,包裹住了明虫大帝的印记,隔绝其与千言鬼赢的灵魂海连接。 最后,这一道正欲苏醒的大帝印记,震动了两下之后,渐渐平静下来,而后缓缓沉入到了千言鬼赢的灵魂海深处,消失不见。 此时,在冥界深处的某处神秘之地,无数的冥虫飞舞,密密麻麻的冥虫形成一个个巨大的球体,让人看上一眼便是毛骨悚然。 而在这些球体中央区域,有着一座深不见底的深渊,在那深渊之中,一个庞大宛若心体的身影,折伏在其中,正在沉睡。 呼吱!呼吱! 呼吱! 漫天飞舞的冥虫轰然散开,宛若一道道黑色龙卷,再突然之间朝着四面八方飞舞。 古怪,为何本地的冥魂惊记了一下,是哪里出了什么状况吗? 冥虫大帝抬起头颅,仔细感知,冰冷的眼瞳仿佛看穿了无尽时空,看向了浩瀚名剑。 但是,却什么都没感知到。 仿佛,先前的悸动只是在沉睡时身躯不由自主地抽动。 嗯。 鸣虫大的摇了摇头,再度俯下身子,继续沉睡起来。 呼吱!呼吱! 漫天半生鸣虫,再度汇聚而来,在吞吸着大地气息的鸣虫大帝浑身孔洞之中钻缩着,宛若长河流淌。 死海深处? 千眼鬼影的灵魂海。 主人,还不动手。 将鸣虫大帝的印记压制住后,使妹大帝倾笑出生。 无声无息间,他的力量已经包裹住了千眼鬼影的灵魂海,将其与鸣虫大帝印记隔绝,任由秦晨的灵魂力渗入千眼鬼影灵魂海深处,在其中留下一道印记。 成了! 看着这一道印记,秦晨的灵魂瞬间退出千眼鬼影的灵魂海。 使妹大帝,不会有意外吧? 秦晨看向一同退出来的使妹大帝神魂,沉声问道。 哥哥,主人,你就放心吧。 使妹大帝倾笑着,温软如玉的手掌轻抚在秦晨的胸膛之上,舌头轻舔心红嘴唇,性胆魅惑道。 若是那名虫大帝亲至,属下想要将其魅惑,或许还有点难度,可这千眼鬼影脑海中的,仅仅只是那名虫大帝留下的一道大帝印记。 奴家好歹也是大帝级的强者,主人你就这么不信奴家。 使妹大帝相舌倾土,又芬芳直扑秦晨鼻枪。 回混沌世界去。 秦晨瞥了眼搔手弄姿的使妹大帝,不由得冷哼一声。 哼,主人真没情趣,利用了奴家之后,就嫌弃奴家爱事了。 使妹大帝依依不舍地看了眼秦晨,见秦晨眼神冷漠,顿时吐了吐舌头,瞬间消失,回到了混沌世界中。 而这时,千眼鬼影身躯一阵,原本迷离的眼神,疏得恢复了清明。 等他感知到自己灵魂海中发生的事情之后,脸色顿时大变,看着秦晨的目光中,已经充满了无尽的恭敬之意。 属下,见过主人。千眼鬼影,直接跪伏在秦晨面前,瑟瑟发抖道。 此刻的千眼鬼影,已经失去了对脑海中鸣虫大地大地应急的感知,有的只是对秦晨无尽的臣服和膜拜。 恭喜主人!这时,是魂鸣虫,也是上前行礼。都起来吧! 秦晨点点头,轻轻吐出一口气。不得不说,秦晨先前还是有些紧张的,一旦使魅大帝无法压制住鸣虫大帝的印记,让鸣虫大帝投影降临,那他就彻底暴露了。 好在,一切有惊无险,本体亲知的使魅大帝,还是迷惑住了鸣虫大帝的大帝印记,让他的感知出现了偏差,不曾降临。 而如今使魅大帝的神魂之力,已然隔绝了鸣虫大帝印记和千眼鬼影神魂海之间的联系,除非特殊情况。 否则鸣虫大帝留下的这道印记,已经成为了睁眼瞎。 他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是使魅大帝隔绝后,所留下的虚假气息。 应该没有惊动他人。 秦晨默然抬头。 外见! 先前被秦晨隔绝在外的魔力症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突然轰的一声,漫天死海之水,瞬间消失。 然后他就看到了秦晨,以及贵妇在秦晨面前的千眼鬼影。 魔力地眼珠,墨地瞪圆了。